OK好大家好 谢谢大家又在每个星期四的中午的时间 来到108俱乐库 今天很高兴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的学妹 在世大地科系的学妹 陈怡君助理老师 她现在是在国立海洋大学 她同时是赤培中心 也是科学教育研究所服务的老师 然后今天她跟我们谈的主题 好想结构良好问题 然后看看这样子的解题策略 然后希望对现场教学老师都有些帮助 我比较好奇的是陈怡君是很用心 她之前有给大家一篇文章 请问大家都看了吗 看了人可不可以举个手 让我们知道一下 有人看了吗 我有看我有举手 大家都没有看了 OK很好 有我们的助理看了 没关系就是我看了就觉得收获很多 所以今天更想要听一听 陈怡君现场节目跟大家分享 听完之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把文章拿过来看 我想这个主题对现场很多老师 真的是会受用的 OK 那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余君了 谢谢 看得到对不对 应该有吧 有 有 开始说了 大家好 我是海洋大学私自培育中心 我是教育研究所 不是科学教育研究所 所以我现在的学生 很多未必是科学背景的 那就是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 各位老师分享我的研究 然后文章没有看没关系 我先会介绍一个大纲 有兴趣再看就可以了 对因为通常这种演讲都是请科学家 所谓就是科学 科学比较教科学知识的 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 所以我也很高兴说 今天就是三千可以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了解一下 科教所谓的教育研究也不一定 未必是那一种课程啊 发发问卷 可能大家有时候会觉得那种 对就是那类的不只是那类的研究 其实还是很多元的 以我来讲我是做认知的 然后我就以 因为这篇文章是中文 我就用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 对那在分享之前 我大概讲一下 等一下我介绍的大纲 我大纲会从 因为考量大家都是科学背景嘛 那因为我算是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大学是自由教育辅系 然后地球科学系 然后后来念科学教育 所以其实我有一点是跨领域啦 我认为我是跨领域啦 就是我是认知心理跟科学教育 那我的学科背景又是地球科学 所以我现在的研究就是说把地球科学的素材 当作是我研究素材 然后因为我有相关知识背景 然后再用认知心理学的方法去做一些讨论 然后去回应认知心理学理论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因为考量大家背景可能 跟我不一定相似 所以会大概介绍一下研究背景的脉络 再来台式介绍的论文 论文会分这几个方面去介绍 然后最后的话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研究 对于理论上的贡献跟书上的贡献各自是什么 这是我大杠 好那我现在开始介绍 首先前情提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些认知心理学 他们在做什么的一些背景脉络 其实在早期心理学这个学本是19世纪初才刚开始的 然后他们一开始推广的都是内刑法 就是什么内在机制都是让受试者自己讲 那行为学派就认为这种样子很不科学 所以行为学派就是要把科学方法导入心理学的研究 差不多191920年代初期 他们行为学派的主要就在这个时间出现 他主要就批判那个心理学当时的内刑法 他认为要导入科学方法 那我发现就是什么是科学方法 这又是一个问题 不过他们让新闻学派认为说 什么东西要数据化 那内刑法是自己内在的感受 那个我们都看不到听不到 就随便你讲不科学 所以他就导入科学方法 那大家都是老师 大家都考过教证 修过什么认知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应该知道 就是桑代克的猫啊 什么帕夫洛夫的狗 桑代克他算是第一个提出学习理论 所以你看认知学派也是有理论 跟科学一样有理论 他是第一个提出学习理论 也是第一个把这些科学化的学者 不过新闻学派他们用的都是动物实验 像是猫啊狗啊 就是铃摇了他就会流口水 大家应该都对这很有印象 所以新闻学派他们主要的特色是这些 他们是着重与刺激跟反应之间的连接 例如摇铃他就流口水 打他他就会打狗 他就会可能就不做 处罚他或是增强他 或是加强他的一些行为 行为学派着重的是 刺激跟反应之间的连接 但他特色就是要拒绝任何心理的世界 他认为那是主观的不科学的 所以他排除的这些看法 那大家都是老师嘛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那些桑代克跟那个 帕夫洛夫的狗子这些实验 他等于学习吗 你想想看各位想想在课室中的 你教书的这种学习 摇摇铃然后流口水 别想说那是反应那是直觉反应那是反射动作 或是什么 那有等于学习吗 尤其他排拒任何心理的事件 他完全不承认在心理发生的任何机制 他就只看他反应 他很现实也很实际 他只看他有没有做出这行为 他就认为这个 有没有学习到东西 那当然他提出了 他是导入科学方法没错 但是这个这样用这样的行为学派想法就认为教育 或是学习是这样的话 其实受到抨击 后来近期认知学派是到现代都到现在都还是比较风行的学派 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诞生的 他就反驳行为学派 那他提出很多 他们也是用了实验 也是要实验设计 就是有控制边因操作边因 有兴趣的自己就去看 他去抨击了很多行为学派的说法 那我们科学 对那什么是科学 科学其实应该不在于说 能不能看到 能不能 什么有数据什么 就是科学其实他的核心应该是说 我们要拿出一些证据去证明某些说法是错的 那当然那些实证是要我们能够记录的 有科学化是没错的 所以认知学派反正他就是抨击行为学派的说法 他提出刺激并不是学习的必需品 就是观察也可以学习等等的 社会认知学派他就提出很多说法 这今天大概讲过就好 再来学习也未必要有行为的表现 例如宝宝苦宝宝不说 不说他不做他不代表他没有学习 大家同意吧 对 所以认知学派所谓的学习是建立在他们的假设 每个派都有他的假设 认知学派他是说 长期记忆里的知识结构 只要有改变就是有学到东西 他不是在着重在他的外在行为表现 所以这两个学派他们主要差别 其实学派重表现 甚至学派重心理历程 再来他是用人为实验对象 他重视的历程 就是他在脑中运作的过程 任何的技能的习得都是在脑中 他逐渐转化成他长期知识的过程 而不是那个最后反应的结果 所以他重视心理机制 例如动机对行为的影响 所以总结来讲 行为学派就是好像把人当动物 打了他就会听 给他食物他就会握手 认知学派他比较重视心理历程 而且比较重视他在脑中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其实有一些教育领域的一些paper 他都会在抨击说 现在老师的教书的方法都是行为学派 都不行 那现在如果教改的方向 也都是往向导向认知学派 那大家这样听应该可以大概知道 为什么要走向认知学派 这也是现在心理学演进的历程是到这里 那行为学派不是完全消失 某一些动物行为研究 都还是在用行为学派的理论 去做一些做法 对 好那再来要介绍一下 认知心理学有几个重要的议题 在认知心理学教科书期第二章 他会列出十几样重要的议题 那我的研究有关的是这两个 介绍一下 所谓重要议题就是他是争议性的 他还没有定论 他还在讨论 还在上代研究中 通常要挑战这种问题 就是比较有挑战性 因为但是缺点是说 你站在某一个立场 你可能在研究上 投稿的时候会两篇都不讨好 你就要写的比较 写作方面就要比较有技巧 要说服各方人 不过我的个性就是我喜欢挑战重要的议题 对然后我的研究其实有牵涉到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议题是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到现在当然就是这都是没有正确答案 都是还在辩论不休的各有立场 你可能在不同的期刊 不同的领域 他不会支持先天某一些领域 就像 就是比较深一领域的 他是比较研究都是取向都是先天 对那我们身为教育研究者 我当然立场是偏后天 对 对那他在研究上会争论说先天能力到底是 就是我们的认知或是行为到底是先天能力影响 还是后天能力所影响的 就是nature跟neutral的差异这样子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我研究牵涉的我才介绍这样 另外一个是领域广泛性还是领域特殊性 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是所有领域都适用 还是适用于这个领域呢 认知技能是属于特定的领域 还是可以被推展到不同的领域呢 那我的研究就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系列的研究但不是单一的研究 我的认知技能当然我选的是空间能力 就是科学学习都认为空间能力是 最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 所以我选这个做我的研究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个大问题呢 大家在在教育现场 你们是不是应该都有常听到嘛 就说我们要教学生能迁移的能力 什么叫迁移 其实迁移这个词 它也是认知心理学过来的 迁移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学生学的技能 是可以广泛应用到不同的领域的 这就是领域的广泛性 但这两个的到底怎么样界定等等的 都是还是在讨论的问题 那我今天介绍就是我的这篇研究 因为它是中文的 所以我介绍这一篇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再来看 我的研究就是用眼球追踪法来探究解决 结构良好问题的认知历程 那我是用天文的主题为例 心体运动为例 那在这篇研究里面 我要介绍研究之前 也是要先介绍一下 这篇研究所牵涉到的认知心理的一些背景的知识 首先我要介绍 因为介绍这些背景知识 大家会跟我的研究假设 跟我的最后的研究结果 跟研究解释有相关 所以我在介绍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跟内容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知识背景 用几个主题介绍 认知科学有一个方面 它蛮有名的研究叫专家身手研究 因为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自优或是智能 认知科学他们就很实际的 就直接把人区分为专家跟身手 然后来对他们的一些认知表现做比较之后 来做一些归纳跟结论 专家通常指的是进入一个领域超过10年 叫做专家身手叫做出入领域者 他不是用心理测验什么智商IQ 几分以上才叫做自优怎么样 他不是用那样的分配 他就直接用定义就是说 在某一个领域他只要像专家教师 就是已经教过年数超过10年怎么样 他有一些定义那个叫专家 然后身手通常指的是一个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 那专家跟身手的区分不是一分为二 他是一个光谱 就是他会有逐渐区分很多阶段 细节还有分什么学徒什么身手等等的那些一些细节有些先不讲 那总之他会把受试者分为专家跟身手之后两个比较 然后来做一些结论来归纳说专家什么样的特征 身手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来教育上的应用就会说 那身手是不是要达到专家的程度 就要往那个方向训练 就要有专家哪些特征 就知道要怎么样训练等等 这个研究啊 认知科学他这样的假设 他就挑战了传统心理学对智能的认知 传统心理学他们用那个智力量表 或是心理设计 他们其实是 就是认为那个能力是有广泛性的 就是通用的 所以你好像IQ测出来180 就代表你什么事都做得好 但认知科学这样就不是 他是特定领域的研究 他怎么样研究呢 他当然是都有证据 他的研究就像下西洋期这件技能 以前对人来讲 他会觉得是一个很高阶的认知活动 他是完全图像思考 那就会被认为说那些专业奇兽 他的记忆力绝对都超乎常人 才有办法成为世界有名的奇兽 好那认知科学的研究就打脸这项假设 他就做了一些实验去证明说 专家奇兽的记忆力表现 广泛就是说一般 例如被电话号码的那种 那种一般的什么 那种记忆力是 并没有办法是并没有超乎常人 他跟一般人都一样 好那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专业奇兽 他为什么可以胜过其他人呢 到底原因在哪呢 他胜出的原因在于他的专业知识 身为专家奇兽 他其实要被大量的奇谱 他是这点胜过于 而身手让他能够成为专家的主要原因 这非常经典 一堆人复制都成功 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 以西洋奇为例 他们的实验怎么做呢 他就是会说游戏中的时候 左边是一个实际的棋盘 右边是一个随机的棋盘 实际棋盘就是真实会有人 会下到这样子的棋盘 随机棋盘就是没有理由的 没有逻辑乱七八糟棋盘 他在游戏中跟游戏中 两个都游戏中 游戏中了的时候 都一样去呈现这样的棋盘 的棋子 那差别在于游戏中了的时候 棋子一定是越来越少 然后游戏中的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的棋子是比较多 好他请刚进入初学者 学习者跟专家 他将人分成这三类 去请他们回忆 刚刚棋盘里面的棋子 他在哪些位置 那红色他指的就是真实棋盘 他们能够回忆出来的正确的塑料 那蓝色的线就是 他回忆出来的是 那个随机乱摆的 那个回忆的塑料 大家可以发现 他就是用实验去证明说 专家只有在实际 红色这条线吗 等一下 专家就只有在实际的棋局的时候 他回忆的数量才会超于常人 他如果是随便乱摆放的时候 他就不肯没有赢过任何人 就破除了那我好像说 专家就一定是什么很聪明 记忆力超乎常人这样的迷信 其实所以你们 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 什么十年法则 还有什么几万小时法则 这个叫Anderson他出的书 他就是认知学派的那个研究专家 反正他就是这类的领域的专家 所以他们出书就阐送说 大家都常听到说多练习的话 你就可以成为专家的这样的言论 就是从认知学派这样的研究来的 好 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刚好 我毕业的时候是2016年 那篇文章是2020年 2016年大家知道发生一件事 就是Alphagore也是战胜了这个世界起亡 对不对 韩国的起亡 然后就震撼了AI界这样 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这些电影类去看 然后这样的科学 这个认知科学这个行程 他也有自己的期刊跟自己的journal 他是一个跨领域的学本 大家看到教育其实也在里面 不是大家认识 不是现在台湾有些人在讲的 就是认知神经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 只是认知科学的其中一部分 它里面还有包含教育 然后AI也在里面 人类学心理学跟哲学 跟语言学 自然语言处理等等 这些都在探讨人类的心智 跟人类的认知 它是一个综合的学满 这是一个1980年代才刚成立的社团 所以它是一个很新的学问 就是想要逐渐的用科学方法 科学把认知用科学化 用一些实验设计跟数据的展现 来证明我们的主张 不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这种感觉 然后背景知识还有一个就是说 要呈现的是讯息处理模式 讯息处理模式是我的主要的理论架构 跟任何科学研究一样 我也是会有一个理论依据 那个理论依据就是讯息处理模式 它把人当作是 不好意思我中感冒 我把人当作是一个讯息处理的系统 这个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人脑比喻做电脑 外界讯息会输入 输入之后 我们不是全部都接收它的讯息 假设大家开车 你如果看到红灯亭 其实外界还有不止红灯的资讯 可能小狗叫小猫叫你 你车子后面的小孩在哭什么的 但是你会选择最重要的讯息 就是红灯亮 你车要刹车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注意 这些外界的讯息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选择性的去注意了 不是所谓的 好像所有资讯都接收 选择性注意 我们想要看的讯息之后 经由反复的附送这些资讯 会进入我们的长期记忆 那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的话 我们是会从以前学过的经验里 去取回我们需要的知识之后 在工作记忆里运作 做行为反应 这叫做人的讯息处理模式 是这样的 那讯息处理模式 这样的话 也有区分为上而下的历程 就是还有下而上的历程 我的研究采取的认定是上而下历程 也就是人在认知的时候 有这两个方向历程 也都在讨论说 到底人是怎么样的历程 这两个哪个是比较对的 但我的立场都会站着 我的立场站在上而下的历程 在解题方面 上而下历程指的是 我们是自己 由我们的知识体系去判断 选择处理外界的讯息 也就刚刚讲的选择性注意 那什么是下而上的历程 下而上历程就是说 人是对一些什么闪光 刺激 什么颜色 这些所影响 我们去处理这样的讯息 也就是下而上的历程是被动的 好像是什么东西 去吸引人的注意力 我们才看到它的 而下而下历程比较着重说 是由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自己的知识系统 去选择处理的 那我认为学生在解题方面的时候 经历的是上而下历程 也就是它是有意识的 它是有选择性去阅读相关讯息的 而且它是主动的 所以我踩的立场是这个 好 再来是介绍一下眼球运动 眼球运动的话 它有两种专有名词 一个叫凝视点 一个叫小视 凝视点就是 这我从网页走的图 就是1234567 这是它眼睛看的顺序 然后每一个凝视点 就是每一个圆圈圈 眼睛圈圈会大圈圈会小 代表它看的时间久或是时间短 然后凝视点就是所谓的这些 有数字的这些圆圈圈 少视的话就是它那个线段 它看的顺序 眼球运动 就是会有这两个需要记录的部分 那我们就藉由眼球运动来看它在这个认知历程 它的过程它到底是看了哪里 它的顺序跟它看多久 用这样的资料来去推论它的内心世界的发生 那背后是有认知心理学的心眼假设 凝视点因为你会看那个地方看那么久 代表你正在处理那方面的讯息 那你移动的时候 目的当然不是在处理讯息 移动的时候是在搜寻与选择资讯 运用眼球运动跟就是眼动以来作为一个说法 或一个理论的验证的一个证据原因 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传统不是用放生思考 或是用访谈这些研究被质疑不够客观的问题 有些人会认为说你事后访谈 学生讲的内容不一定是他当下发生的状况 那眼球他看哪里看哪里看什么 这是没有办法被他认为故意去操弄 他就自然而然的去看这些文章 然后我们用一个摄影机去记录他的眼球活动 所以他是可以解决这样的认为传统 如果认为心理学不够客观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夸号他写部分的解决呢 眼球运动任何的仪器跟任何的技术 都还是有他的限制在 眼球记录他有一个限制是说 我们只能知道他看哪里看多久 但我不知道他看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心里在想什么 不知道他的内容 所以比较 现在的研究大部分除了眼球运动 还是需要学生要放生思考 就是或是要讲一下 他看那些位置的时候的内容是在做什么 所以就是还会搭配访谈一起做研究 好了 那我这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就是 利用眼动工具 它是一项工具 来证明我的主张 那我会设计实验 有理论基础实验 来证明这一类 这一类考题 考题我是用学测基测的题目 以前传统都说 它是带着走的能力 九年一贯课纲就会说 这些测验是基本能力测验 那我就要抨击 因为我学自由 我不认为那叫做能力测验 那最后测的还是知识 那我不能说我认为这样想 我就是就好像我关到学问到我怎么样 尤其我那时候只是个小小博士生 我要提出的主张 我要有一些证据 我的证据就是利用眼动工具 并且用眼颈的实验控制 实验方法来证明 这类已经是封闭式的问题 它已经有固定解法的问题 它是由知识结构主导解体表现 并非广泛智能广泛的空间能力 也就是先前专家棋手之类的研究 专家下棋也是一个封闭式的 它有特定的规则 它最后就赢跟输 它就结束了 就The End 我认为这类的封闭式问题 而且它有特定规则 特定的一些法则的这种问题 终将都是AI可以处理的问题 而不是所谓的能力 然后我的证据有三个问题 那我今天分享的就是 我最重要的研究假设问题三 那我要证明我那样主张 我提出一些假设 有理论基础的假设 就是说在解决关键 就是说我认为他们是用知识结构去解题的 所以我也会假设说高分组 把学生区分为高分组跟低分组 高分组能够得到比较高分的学生 他能够判断关键区域在哪里 解题的关键区域key在哪里 而且他可以清楚说明 有为什么那个地方是关键区域 再来他会花以眼洞的指标上 他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些的关键区域 那什么叫做花比较多时间呢 就是他的总领事时间比较长 而且领事点的个数会比较多 我做这样的研究假设 好那眼洞仪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必须要划分一些区域 他的专门有名词叫AOI AOI就是我感兴趣的区域 因为点动仪是一秒钟60赫兹 记录60笔的资料 所以你一秒钟60笔资料 你这样收出来的资料是呈现上万笔 所以你必须要严谨的研究方法 跟知道自己将要做怎样的资料处理 你后续要处理这些资料会比较简单 所以你就必须要依据研究假设来划分一些区域 否则你面临那些几千万别资料 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分析怎么样下手 那我在区分区域的时候 左边这就叫做一般区域 就是如果心理学研究做的都是左边这一种 我的特色就是我还有划分特定的区域 左边这种就是体干 他会区分体干啊选项啊就这样 体干的话可能又会区分文字跟图 然后来看什么大家看 然后你看比较久 然后给一些一般性的综合的结论 我的特色在于说 我知道我不是科教背景 然后我们又是低考师 我也知道学生是一定要看到 解题者一定要看到这两个区域 他才能够正确解答 这称为我的解题关键区域 所以我相较于一般区域 我多了一个叫特定区域的区分 来看他们这些区域也看多久 那眼动指标在我那边文章 我大概写一下的定义 刚刚讲过 凝视点才是我们比较着重的 因为凝视点的位置代表他在思考的 他在思考的有认知上的意义 然后少试的话只是在搜寻资料 他并不一定等于他在思索那些资讯 所以我在指标上 比较重视就是凝视点的比例 凝视点的个数 凝视点的比例或是凝视点的个数 越多的时候都会认为说 他在该方面的处理资讯 是比较需要耗费时间的 那一个比较需要介绍是这个平均凝视时间 平均凝视时间 他讲的是单一凝视点的平均时间 也就是说每一个凝视点 都可能有不同的 例如你看某个区域 眼睛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他可以停留10秒 也可以停留5秒 他可以停留20秒 每一个的凝视点 他的停留时间未必相同 那这个平均凝视时间 指的是每一个凝视点所平均的 停留的平均时间 他指的就是说 你只要一个单一凝视点 他停留的越久 代表他越要耗费努力的去理解 或是去提取 或是去看 或是去处理这方面的资讯 也就代表他需要花费 比较大的薪资程度 那也代表这个地方 是比较关键或比较困难的地方 需要用心解读 那我有研究结果 仔细细节在论文里 结论当然就是说 验证我的假设 高分组确实绝对要比低分数 能够辨识解题关键区域 跟解读那个区域所要传达的语意 跟隐含的概念讯息者 才可以成功解题 那还有高分者相较于低分组 尤其是在图片的关键区域上 会分配比较多资源 跟注意力在图片的解题关键上 这代表说高分 可以达到高分者 是会比较花费比较大的心力 在这个地 这些图片的解题关键区域上去做 做努力 而且我还证明了 在解答这类的议题的时候 经历的是上而下的认知历程 也就是学生和收视者 是主动的需要去辨识跟知道 解题的关键区域在哪里 来接触 就是要活化你长期记忆里的知识来解答 才有办法回答对问题 也就是它是以知识结构去主导一切 好 各位老师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考题 让大家猜一下 你们看一下这一题答案是什么 然后这边有一个问题让大家猜 这三张这是眼动图 这三张图是从三位受视者里面抓下来的 里面有一个是学生 答错的学生 就是他是所谓的低分组的代表 那剩下两张图是高分组的代表 那高分组里面我又区分 一个是答对的 一个是正式老师 就是高分组里面又有高阶的高分者 就是老师跟高分者 高分的学生跟老师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三张各自是谁 先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先回一下 有没有抵抗老师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1234 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猜一下 低分者的特征是什么呢 那我先问高分 高分专家老师 你们猜是谁 第一分是右上 答对了 那高分 高分 老师 高分的老师 老师 左下 左下吗 好 那我公告答案好了 跟大家讲 这两个是高分的 大家答对 这个是低分的 对 上面那个是低分的 那高分哪个是老师 这个是老师 然后跟你讲 大家讲 等一下跟大家讲 为什么 所以眼动轨迹 就可以透露 你是抓错也抓错 为什么这个是低分呢 你可以看到 他根本没有去注意到南回归线 他完全没有去看南回归线 他完全不觉得 这是根据答案之一 他一直在看错误的学校之外 我不是说他答对 他必须要看关键区域吗 这一题的关键区域 低分老师 知道解题的关键区域 你要注意北方是画在哪里 对不对 你们同意吧 北是在左边 那太阳 他一年运动的轨迹是在偏北 所以他就是在南半球 他一定要注意到北 北没有看到 你看上面 右上在蓝色框框 这个低分者 他是不是连北 这个关键地方都没看 没看就不可能答对 那他有看起来 有轨迹 好像看得很快 因为他就不懂 他当然看得很快 他看得很快 所以快慢并不是 他能不能答对的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是 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北方 好 那下面这两个 为什么右边这一个是 右下是专家老师呢 你会发现专家老师 在四个选项当中 他都不太会有犹豫 他几乎都是在看南辉归线 那他会来来回回对照 就是因为 因为我这测验不现实嘛 然后找老师来 老师有时候他会怕说 他答错会很丢脸 他就反复的检查 反复的检查 说他看很久 看很多点 这没有关系 可是你会知道他 你会看到他完全没有 几乎没有考虑一二三的选项 他一直在看四根反复的 在提干中间做对照 他是为了确认他的选项 有没有选对 那左边这一个 为什么是高分里面的学生 就是学生活用的是大一大二生 他其实学了已经有阵子 他还是有看啊 有看观念群 但他就是你看 他没有办法那么肯定答案是哪为归线 他还是会 有一点用一些策略 他会去 再去对照 这可不可能 45度跟这有没有可能 这有没有可能 他会在选项当中游移 所以一样是 结论是高分者的关键 一定要注意到北方 第二个关键 高分者里面老师跟学生差别在于 老师可以几乎确定答案 他的来来回回看 只是在对照他的想法 对不对 好 那就这样 好 那结论就是说 我的研究贡献 研究方面的贡献 因为心理一般的研究 他们不会去发 画分特定区域 他们搞不好不知道什么是key 他们就是 对就心腹性那一类的研究 他们不重视这部分 那我在科教 我是科教方面吗 所以我用 虽然用心理学方法 但是我在科教里面 有一个心梗 就是把它区分为关键区域的时候 我就证明了 学生对图形的关键区域 在概念理解的层次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没有我这样的研究 都是心理 认知心理学 就是都是心腹性那一类的研究的话 他们做的结论可能会说 阅读时间是 在文字的阅读时间是比较久的 图片阅读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他就容易导向一个结论说 所以呢 在阅读或是这种图文的解题的时候 老师要教学生多怎么样去阅读文字 他由他的研究结果就会做出那样的结论 那我就抨击说 整体来讲 阅读时间是文字比较多是没错 但是由平均零试时间 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到 学生在图形的关键区域的理解是比较困难的 这是我在研究上的一个突破 那在书上贡献的话 我会建议各位老师 因为图片它是一个表征 它并没有去传达它旗内的语意 就是它的语言文字的意义 那这些意义其实有隐含了一些科学规则 所以这些你要让学生能够理解这方面的概念 其实你要去揭示这些图片里面隐藏的一些规则 跟一些常规 那什么叫规则跟常规 就是科学社群所制定出来的 例如天球它不是一个实际上的球体 它是一个人类想象就创造出来的 它创造出来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角度 去看这些天体运行的时候 它有一些什么特定的一些规则 阳角跟什么什么 这些资讯就要先要揭露让学生知道 直接的揭露 对啊多练习就会 那以这类的研究 为什么要去区分 它到底是领域广泛还是领域特定呢 它在教育上的贡献是说 领域特定的研究就代表 它是一个可以练习就会 可以培育的一项技能 而不是先天能力好或不好 去决定它的学习表现 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讲 如果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你不讲 不直接揭露这些特定的规则 你就期望学生在那边摸一摸就会的话 这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 不如直接就跟他讲这结论 好那我回应到理论的话 就是 就狂狂不表现出来 那我的立场当然就这类研究的话 是后天能力造成的吗 那我也认为这一类研究是领域 我也提出空间能力是有它的领域的特定性的 不是领域广泛性 啊我这边颜色画错 我应该是要画这个领域特殊性 我的文章着重的就是 我提出空间能力是领域特殊性 那这后面就是快速再讲过好了 因为时间快到 已经超过了 反正就是空间能力 我的主张就是说它是有领域特定性 它跟一般操作几何积木的是不一样 因为科学的视觉表征不是几何积木 静态图变来比的话 它科学视觉表征又隐含它特定的规则 跟知识的常规 好像这些数这些这些东西 那几何积木不用啊 它不用有特定规则 那它们相同是它运作都有旋转这件事情 不过在它表征的情况之下 积木这些是任意化的是没有意义的 但科学的表征是有它的科学意义的 包含一些特定的一些资讯 要揭露给学生知道 这答案就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科教这些方面的空间能力 要强调的应该是它领域特定的空间能力 而并且虽然都是旋转 那运作技能不是自由 是有任意角度的 所以其实教授一些特定的技巧 学生是可以成功解题的啦 对那你看像这种图都不是随便画出来的 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啊 你看高压线它不可能是交叉的 为什么 它每个符号有它的意义 什么是H什么是L 什么是封面什么是南风 它怎么移动都不是任意移动的 跟心理学测验的不一样啊 不可能画出这种像派大星的这种封面图啊 你一科人就知道怎么可能画出这种图 右边是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啊 对但是好心理学派他们有 就会在强调说 他们要传授领域广泛的技能 是因为它可以迁移 但是我们教授领域特定的技能 就无法迁移吗 这是我因为这是我一系列的研究啦 我未来的研究都是着重在这部分 这是我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在我另外一篇文章中写 不过这是英文的 我今天就没时间分享 那我未来的研究都是 就都会是这方面这样 好那我今天就讲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小吃鼓励鼓励 谢谢 不知道讲的怎么样 因为时间很短 没办法交代的很清楚 不过我未来的研究 跟我提的科技部计划 就是一直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不知道谁有兴趣要问问题 现场老师有要问问题吗 我可以先问 然后让大家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大家的想法 因为我有先头看文章 那首先我要讲说谢谢怡君 因为刚本来这样一路停下有点错 因为怕说我们教学生 然后觉得我们教的东西是有用的 可是看起来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弄一些游戏 让他们玩的 就是比如说好像我把学生交得很好 他的棋就下得很好 可要说因为他下棋的能力就只能否下棋 好像有点可惜 所以还真的应该还蛮期待你 就是下棋待去的部分 就是假设 对啊对我现在就是要做说 其实我们在训练那个特定领域的能力的时候 他的一般能力也是有增进的 我就是做这一块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块其实也是为我们这些老师 跟我们科学方面在讲话 因为虽然有露营 但是我要讲 我其实认为说教育方面还是 就是心理或是教育方面的人在主导 主导一切对 比较有权力去讲一些一切 是因为他们就会认为 其实我在本部修课的时候 修的就是一些一般的广泛的技能 例如我会教什么一些思考策略啊 然后一些教案怎么写啊 然后通常在学科知识的部分 他就会教由每个老师自己处理 你就想说你各个学科 所以一个教授他去推广他的教学理论 或是他的什么UBD 他的一些教学法的时候 他都是可以否任何人的 然后他去 但是这些任何老师 你就依据自己的学科 那就是你自己处理 他不会去管 他就教一些一般性的策略 这是一般性的方向是这样的 但是我反过来来讲 其实像我们科教研究 我们也会用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背景啊 有每次会了解他们的一些原则 或是课程理论 甚至心理学理论等等 眼动理论等等 那可是我们科教研究 就没有办法去 叫他们心理说 他们应该 就是没有办法 可是那工具是共同 既然他们说那工具是共同的 那为什么我们教了 我们不能代表说 我们也能做这件事情了 就是说我也可以说 我也会认知心理学 但是我要坦白说 我在投稿的时候 就是遇到很多困难 对 那我 好意思把它生出来了 就知道 我毕业2016年 做这个研究 是我的毕业论文 那我有这想法 不是在2016年 绝对是更早 那我在 毕业 然后在投稿这个过程 就是经历过非常多的艰辛 到现在提科技部计划 就是其实是有门户之鉴的 对 我可以再白这样讲 是因为 其实我去心理人员研讨会 他们大概都这样讲 所以不是只有我 就是门派还是很鲜明的 他不会让你去踏他们的领域 对 但我就还是这样踏了 谢谢勇敢的宜君 对 对 不过我在我就读你的文章也好 因为当然就技术层面 我学到说 哪些地方我要提醒同学 这个图有它背后隐含的意思 或是说 对啊 通常我们就是看到日落 就告诉你要看西边的意思 他有一点好像就是 浅台词浅规则在里面 但就像好像那是让学生解题 可以更顺畅之类的 但是对啊难免会想说难道他们学这个虽然现在是升学考试 对他升学有帮助 那对啊会不会以后就生活中用不到呢 这样子那就是很期待接下来的结果 那我们在对话框里面有一位曾老师有提问 老师你要不要用开麦克风也说一说方便吗 还是我们要先请义军老师先读一读 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知道他的想法 你知道自力测验都要被保护的 你们有看过自力测验吗 你看过人可以举手 卫视自力测验 我相信有看过是因为你有特殊证照 你才可以用你知道吗 你知道如果你要去借卫视自力测验 你要被规范说 你要有什么心理方面什么什么硕士学位 你是特定人才可以拿到卫视自力测验 你会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事情 当然是因为他揭露了就会被练习就不准了 那所以任何一个测验 只要是有练习就会不准的 那你推论到自力测验是可以训练的吗 自力测验的成绩是可以训练的 但是自力测验他设计的初衷 是为了去评估人类的资历 那自力测验是谁设计的 是人设计的 所以他的假设都是假设在 不是训练的状况下去测 才叫做测到他的资历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 自力测验是可以训练的吗 我可以跟你讲说 自力测验的成绩是可以训练的 他才要被保护 所以怎么样可以评估之忧 这个问题连特教系的老师 可能都不敢跟你讲 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就是他们PR值都一直在调高 尤其在台北市的学生 他们就提到PR97什么98一直在提高 因为人数太多了 那其实在自力 自力到底是什么 这间其实在学术界 认知科学界没有正确答案 那我只能跟你讲说 他们有一篇文章在讲说 亚洲人的自力平均成绩都高于美国人 也就是你用常谋参照的话 你在台湾受教育 那你去美国考自力测验 你用他们美国的常谋参照 你就是自幼生 亚洲人都可以当自幼生 所以那个自幼的 自力的测验是 对 所以你看什么是自幼的定义呢 这没有办法说定义 所以其实我算是教自幼 我比较喜欢讲说 我是自幼的理念跟自幼的教法 不好谈论什么是自幼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一派 林明仁老教授 跟台大经济教授 他们做一堆社会学派的观点 那个是资本主义 家里有钱的人就比较 导致阶级无法翻转 你可以看相关的研究 那就是因为传统心理学的研究 它是排除脉络因素的 它是不管背景知识 也不管社会脉络 那以社会学家他们观点 就是把社会什么一些资本啊 什么什么 经济状况都考量的时候 去讨论说 教育其实不能使穷人阶级翻转 为什么台大学生 都是大安区的学生 所以自幼该怎么定义呢 你在不同学界 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 那如果是以心理学派主导的话 他们就是用心理测验嘛 那心理测验当然有所局限 因为它是可以经过 练习而得到成效的话 现在当然就想尽办法 有一些脑波那种 什么有的没有的方法去做 那你说以生理方面 他们有做基因方面的研究 ADHD应该是他注意力是不足的嘛 所以他不代表他眼球会飘移耶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看专心 那他会不知道他在眼球 眼中中的研究能不能飘移 所以有一些特殊生 他就不适合做这样的研究 因为这也是任何的一些研究方法 都是他的局限的原因 对 就像我后来说 眼动大家一开始就 哦眼动好棒哦 什么他可以解决一切事情吗 没有 他还是需要搭配访谈 他只能知道他看哪里看多久 他并不知道他看了什么东西 那就像EEG跟 什么一些FMRI什么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局限 因为他们对于 这种仪器很敏锐 他对讯息的 就是接收干扰嘛 所以他能控制的边缘都只能一样 他要排除其他的因素 去控制 就控制所有的无关变相 去操弄一下变因 他才可以证明 那些后来的成效 是有操弄的变因所造成的 所以你知道科学研究 他看了都只是 虾子摸象的一个部分 的一个指甲 或是一只脚 要推论到整个状况是困难的 那现在也有想说 这样的研究 如果没有办法推论到现实社会 那教育研究可以做什么 所以现在会推广一些跨领域的研究 就不要让自己的学术的世界 视角只着重在自己那一块 那跨领域研究除了刚刚讲认知科学之外 还有叫学习科学 我们有可以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它是教育认知心理等等各方面的跨领域的综合 他们想要全面心的去探讨在课室学习真实情境下的状况 大家有没有问题 我的题目会太硬吗 我觉得会很难吗 我不知道深浅度如何 没有关系 可是对啊 我们就要想想看那跟自己的关联在那边 一些我比较好奇 因为你刚好后来提到那个 它跟数学你说集合的那个不一样 那那种集合旋转或说卫视量表 那种测出来它的那个空间能力好 那种就算广泛性的能力吗 那个比较偏广泛性 然后科学因为 那科学是发现还是发明呢 你认为 科学人有一篇文章在讲数学是发现还是发明 光数学都有质疑它是发现还是发明 科学是发现还是发明 如果是发现 就代表它是世界万物有个规则 在那边人去发现它 发现了这个规则 我们就等同于上帝 我们创造了一切 在牛顿 牛顿就说 哇天啊 我们可以操弄一切 我们知道了世界的规则 可是牛顿又被打脸 你就发现 它那个规则是真的是世界的规则 所以它是 然后它也创造了一些微积分来证明它的想法 所以科学是发明还是发现 可是如果科学是发明的话 为什么又很多又可以预测 现在有很多发明又可以那么巧合的预测了一些现实的状况呢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因为如果科学是发明而不是发现的话 它就代表它是一个人创的一个规则 那既然是人创规则 为什么学生在学的时候 你奢望它经由这样子摸一摸 动一动 它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则了 它是经由那么长时间 反复的被一些证据打脸打脸打脸 一直演变到现在状况 更何况更近代的物理 它很多不是可见光 不是你所谓的我们的人的五官 能够做的时候 很多理论是存在于公式上的 它不是可以被感知到的 它的感知是另外一种感知 它可能是设定model 来用model去模拟 让你去适配 那如果那个是真正在做科学研究 就叫做所谓探究与始作 是这个方向 那我其实这个研究 跟什么新特纲都有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有感受到 它就是讨论到说 那探究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 其实这种有正确答案的问题 就老实讲啦 就不用探究了 就直接教它就好了 它教它的目的是 它要有这些知识来进去 去解决那种真实 比较困难的那种探究问题 所以才会说探究问题要是开放式的 以前啊 以前科教有那种 怎么天球啊 现在可能来都在做不好意思 天球啊 然后在那边点点点啊 点那个点 然后就哎呀你看 互相平行啊 然后就归纳出一个结论 这种事情 用讲的这个就可以了 有必要这样子吗 然后而且你如果说 好让学生好像假设很开放 让他们好像很自由 可是他们最后还是 结论还是那样啊 你结论还是要跟他讲那个 北极点在哪啊 然后会绕着他转啊 你结论还是这样 其实结论根本就不开放的时候 你的过程又让学生很开放 开放的时候 你又后面又跟他讲说就是这样 其实你还是在树立一个权威啊 树立学生要相信 那学生都在说就好了啊 那我我干嘛最后听你的结论就好 其实在科教的PayPal 你不要不知道 这PayPal有在吵架的哦 PayPal的吵架就是说 有一些科教的探究的那个过程 其实都在玩一场游戏嘛 你只是要展现你 好像演完一场戏 然后学生跟你讲 你说的是对的 然后你呈现的证据 都对你有意义的证据 对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美国的课纲他改革 才会说要实做 台湾翻译实做 但是practice实践 实践的意思就是 要去呈现科学家真的在做的事情 他才可以了解这些科学历程 那样的探究的过程 然后有啦 我们教改就改得很慢啊 就开始慢慢的说 什么开放式探究啊 开始说什么食谱色探究 是没有不好的啊 早就知道好不好 其实研究方面都早就知道啦 那课纲改得慢 然后传达给老师又更慢 如果真的要比较前端的 就是大家要思考这问题啊 你科学是什么 那你要带给学生的是什么 但是也不代表 这些知识是没意义的 一个人你要煮菜嘛 你光有煎煮炒杂的 这一般性技能是不够 你要有素材啊 你要是有鲍鱼 有龙虾 比较好的食材 但是你技术也要好 你做的料理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些知识等于你的冰箱里放的多少材料 冰箱就有什么长期记忆里 你储存了多少知识 你越多种类知识 你可以运用的材料是比较多的 当然你技术如果又更好 像我们如果要发的比较好的陪盆 统计技术要比较先进 然后可能要演动影这样 但是你的理论可能你在验证一个既有的典范那没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绝对不肯平空设计的实验 我们也是基于理论设计实验的 那你的理论没有创新没有关系 可是你的技术要进步 这种可以发在好期刊 然后如果你是理论有什么大进展 这种都很不太可能 你想想看牛顿那么久才 爱因斯坦就要推翻 他是经历很久很久才出现一个这种突破 所以要突破理论比较困难的时候 其实是突破技术 但是理论上不是不能突破 你可以用不同观点去讲同样的故事 你就可以写出你的故事 所以我为什么后来走科教研究 是因为他让我比较自由 而且我其实一个人 我就可以写一篇文章 就是靠你练的理论 对 技术不用太先进 我走所以我走的是理论派的 对 现在还有没有老师要谈一谈 或是要提问 你们现在时间刚好 差不多满一个小时了 对 不过这给我一些很多新的 对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现在是不是题目都越做越难 一定要一大堆人来才做事情 但好像一个人可以 所以跟他比较有关 就是所以现在推素养导向考题 然后现在没有在讲什么 带得走的能力 什么一般能力 现在新的词叫素养 素养就是结合技能跟知识 然后要真实情境 那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要推素养了吧 因为我的研究就跟你讲嘛 以前那种就是 就只是知识 他其实不等 他就多做就会 当然 大家对素养考题可能又会有很多想法 他到底有没有等同于 职本测验的素养考题到底有没有等同于什么 教改所需要的那种知识 就是需要学生培育的那种素养 那个当然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不过尽量 就会希望学生是 考题是要有真实情境的 对 然后要不只是知识 还要有一些技术结合 以现在来讲 那种广泛所谓的一般能力 其实是以现实的观点来讲 是不切实际的 你看去训练到积木这样转 那跟他现实生活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那像素养这个词是人力资源那边来的 他就是指工作上的升任力 比较现实要有产值 要有产出要有实际上运作 那你知道心理学界的都比较天马行空 比较崇高的比较理想性的 他们就是所谓的一般能力这样 那他对于现实你的职场 你的工作 你的真的能不能去运用那能力 是脱离的 所以素养的意思就是希望 不是说不训练这些一般的能力 他要结合于真实情境去训练 才会有现在的这些想法 他也是跟这些认知性 认知这些理论的一些进展有关的 会被这些影响 家明来了 我讲完了 有没有认识我的人 那个参与人员的名单 对啊都不认识你 对啊 哈哈 没关系 差了一个小时而已 还好 我讲完了 没关系 好的 zie作人员